当我们的心安静下来的时候 那个小我也会安静下来 我恰恰觉得 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 那个小我依然蠢蠢欲动 我记得第一天 我听林部长在分享的时候 我就起了一个念头 觉得分享的不怎么样 觉得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 还好觉知在 没有被习气带走 然后从第一天开始 晚上回去 我就开始写反观 所以我是第一天开始写反观 但我反观 我觉得为什么我会 有这样的一种念头起来 看了郭老师的进化心灵 十级的 以及这个道德精妙节 看了三十级 我才上了第一天的课 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评断 这个我不客观 不全面 第一个我反观到 第二个那纯粹是我的念头的 这个启动 跟别人讲得好 讲得坏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第三个呢 我反观到自己 这个起了这个念头 我背后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份傲慢心 和自以为是 同时我也觉察到 我的这个傲慢心 自以为是背后是深深的自卑 需要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 让自己能够掩盖自己的那份自卑感 让自己的心可以安 我有一天在静心的时候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境 有一天 我忘了是早上还是下午 我爸爸在家里 小的时候我忘记了是多少岁 这个骂我 其中有一句话叫 你很笨 你很蠢 我记得这样的一些话 这个不是一次两次 是经常的在我耳边缠绕 我自己深深的相信了 这我很笨 我很蠢 我给他解释 就是我很没用 所以从小的时候 我就拼命的学习 我那个学习能力特别的强 所以一直作为学霸 也成为班长 也后来大学里面成为学生会主席 这个我都是拿这些东西 来去证明自己是有用的 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 所以这个过去 我完全不知道是这些东西在作祟 当我相信了这句话之后 这句话就成为了我的一个运作模式 也就成为了我的一个习气 开始运作我的这个生命 我到工作之后 也是拼命的去抓取 拼命的要往上爬 目的都是要去证明 我是有价值 我是有能力的 我是可以的 来掩盖这个自卑感 后来走上修行了之后 依然这个模式在运作 拼命的上课 上完一堂又一堂 那个拼命上课背后是一个深深的匮乏感 是一个这个自卑感 觉得自己就不够好 这样的模式在运作 所以一个课程的一个课程的去上 第四天的时候 事务长找我出去 这个我第一个反应说 我做错了什么 我会不会被开除 后来我反观了说 开除会怎么样 开除我就失败了 开除就等于我没用 依然是这个模式在操作 然后他说你为什么要走得那么快 这个我第一反应就是辩解 我说凭什么快就不是在精心 所以我在后来反省是 我依然是那个这个自以为是 这种傲慢性 那我为什么会快呢 是因为我希望把这个锻炼身体 跟精心弄在一起 我想把这个我打坐的时候 也把内观跟这个这个 郭老师的这个这套方法结合 我内心都是平时的时候就一心多用 为什么会一心多用 就是内在觉得不够好 要拼命学 要学多一点 就这个模式在在运作着 还好这个觉知在 我当时当下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放下所有的东西 真的做自虚极守劲的 所以从那天开始 我就放慢了脚步 开始真正去体育明觉 所以我如果不是这次的反观 我还不知道这样的运作模式 这个影响着我方方面面 这个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 比如说我爱装 爱掌声 爱别人的赞美 不喜欢别人批评 爱出风头 标新利益 我就做这些东西要抓取 要证明 所以我想以后要训练自己的明觉 对这个习气保持一份觉知 同时与道连接 与大自然连接 效仿 这个道的特性品质 这是我的汇报 另外我还有一个疑问 我过去好多年的这个 叫有高血压 前段时间测了一下 我的高压 到了200 可是这么些年 我一直也没吃药 我相信一定有一种 自然的疗法 可以帮助 同时全国有三亿人 高血压 我希望用一种 用自然疗法 能够做一个榜样 能够传播出去 让更多人免除长期吃药的 那样的痛苦 我不知道 这个自然疗法 道法 自然的自然疗法 怎样去 这个可以协助去 去对治这样的一个疾病 有关于高血压方面 有内外因素 一个是 吃的方面 饮食方面 这方面也要改进 还有一方面 最重要就是心理因素 不断的给自己增加压力 经常处在绷紧紧张的情况 身体 心理绷紧紧张 渐渐的也形成肌肉的 还有血管的 讲话 所以这些是属于高血压 主要的一些因素 不要一直在怪遗传怎么样 事实上是自己因素最重要 最大的比例 这方面我们有讲过 重大疾病康复心法 用这些好好去改善 去应用 去体会 就会有很多的突破 甚至渐渐可以来到 不用吃药 但是这个也都要跟大自然做连接 就要跟大自然做连接